你不管是有的时候只是一句话 这一句话就能给把你点醒 有的人他不是说这一句话要点醒你如何如何 可能他说了一些对你特别刺激的话 但是我当时是很反感 后来慢慢想 他在某一点上对我是个提醒 钟言逆耳 所以我就说这些个人上面到老师都需要感恩 尤其是杨洁导演 我真是那种就是由心而发的那种感恩 虽然那个时候就是跟杨洁导演有一些这样那样的矛盾 但是我就这感恩的心一直不变 杨导在临终的前两年 我们已经谈得非常好 我就是想什么呢 我现在什么我都不说 我就想让杨导安安静静地在天堂 这样我觉得不去打扰他 我只是只是感恩 我就是这两个字 所以我就把这书写了 也就是说其实外面有很多传言 对 大家会觉得说 哎呀这个猪八戒是怎么回事啊 跟杨洁导演怎么怎么样啊 其实你们早已经兵士前线 早已经大家还是好朋友了 对 那天王老师来也讲 他说其实 他说其实德华这个人是特别好的 特别好 然后也说杨洁导演呢也是性格很强的一个女士 我跟你说杨洁导在某些地方的性格 我特别跟杨洁导有点相似 看见什么就说 他像个爷们 我呢说的不好一点 就是有的时候也太像猪八戒了 真的 不过脑子 嗯